今天天氣在哪呢? 對呀對呀 我們一起出去看海拔 那誰要去呢? 那我們大家一起走吧 大家一起走 我們差不多能再出門 我們在那邊看海拔 坐呀 大家現在我們走 我們在那邊看 也你就要坐呀 你還要坐呀 你們去哪裡 我們去哪裡 你們好厲害喔 都被人的指令中了 最後一瓶 三瓶大家 兩瓶瓣瓣瓣瓣瓣 它有幾個遊戲的綽號 第一個是海上芭蕾舞者 因為它會越出水面在空中做沈船動作 第二個是海上芭蕾舞者 因為它們的肌肉分成三瓶 一瓶瓣瓣瓣 因為它們的肚子白白的 最後一瓶瓣瓣瓣 因為它們的嘴巴細細長長的 大家剛剛很多人都有發現 它們很活潑 鄉主玩你的熱性 跑過了被關上海洋公路的故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次資訊 unbox版本 再來 就是 問遜 奇形 美金 美金 是不是海豚肉 YouTube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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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國小出現賞機玩家我發現 他們更職務比較快 需要一些動作讓他們記起來 我們在講解說他們都很專心的聘 然後他都有輸入到 然後希望他們也可以一起保護一下 這次跟中原國小特教班的學生 出去了之後他們跟一般人真的很不一樣 而且他們平時理解會比較慢 所以常常要用程序來講述 不過這次出去也讓我了解他們跟一般人不一樣 所以我們送福利也可以讓他們有一個發展的面向 謝謝大家 跟中原國小特教班的學生一起出去賞機 其實一開始雖然他們的認知比較慢 然後會需要一些比較詳細的詞片和一些話 才能讓他們聽著我們要說的事件 然後我覺得他們也非常認真 就是他們不會去排氣賞機的一些事 他們也非常喜歡排氣 希望以後他們能跟我們一起去賞機 我非常高興的和這些不同的特教班小朋友們一起去賞機 在賞機的時候我學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不要這些特教班的小朋友看學習的話 他們其實也是可以那個學到什麼 所以我們這個這個 就是我們的不能輕易放棄任何一個希望 謝謝大家 在中原國小特教班賞機的過程中 我學到了原來世界上還有那麼多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有空的話就要適時的幫助他們 而且還可以鍛鍊我 也對我們自己有幫助 我覺得非常開心能夠跟他們一起去賞機 他們其實也能夠很厲害 謝謝大家 以上就是我們的民眾發表 歡迎大家來花蓮 愛滴 愛滴 愛大海 掰掰 掰掰 掰掰